我們再來談三角函數的微分 那你知道微分需要去算那個quotient limit 在算那個極限的時候會用到 以下兩個三角函數sin跟cos 相關的極限 那我們先在這邊把它算出來 我們等一下再來求sin跟cos 分別的微分 課本的第五是 它跟你說 你考慮sin sida over sida 讓sida這個角度跑到0 那它的極限是1 我們來證明這件事情 首先呢 呃 我們先證明 sida 在0到2分子拍中間 好 你畫一個圖 這個圖我們之前有畫過 考慮單位園上面的一個扇形 那這個扇形的角度是sida ok 那 所以它是單位園 所以它的長度是1 然後從這邊做一個垂組下來 ok 這兩個點 一個叫A 一個叫B 做垂組下來的點叫C 那 把BA 用直線連起來 會得到一條藍色的線 ok 剛剛說的那一串的英文敘述在這邊 這個點叫O點或是你說的叫0點 ok 然後它的中心角度 central angle central angle cida 叫做cida 叫做cida 那因為是單位圓 所以半徑是1 radius 1 好 這邊我們有bc bc線段會垂直 oa線段 ok 然後呢 我們在 考慮 A點 這個圖形畫得有點不好 畫進來一點 我們考慮 這個圓 它是圓的一部分 考慮這個圓在A點的切線 我們把它用紅色的線畫出來 所以這個角度是垂直的 ok 那以及b點呢 我也考慮 這個圓在b點的切線 我也把它畫出來 所以代表說 姑且畫成 所以它必須要切在這條線上 所以是在這邊 嗯 嗯 畫得好醜 再重畫一個好了 A點 b點 畫這樣應該比較好畫吧 剛剛藍色的線 然後 這是 圓的某一條切線 過A點的切線 然後 這一個是 所以這個是垂直的 這邊也有垂直的線 C 角度C打 然後呢 由這號線往外延伸一點點 比較好畫出 啊 垂直於 OB的線 看一下 好 我這邊會畫得很 很醜 因為它基本上垂直應該要畫到這邊 應該先把這兩條垂直的線畫出來的 那 我把這個弧線畫進來一點點 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好 所以 B點 這一個是垂直 畫得非常醜 好 你可以看科普的圖 它比較好看一點 好 然後呢 相交的點叫做E點 然後呢 這條輔助線上面跟 紅色這條線 相交一點 叫做 D點 那你觀察這個圖形 你知道 你知道 虎長 A B這段的虎長 白色這條線呢 它長度是攜帶 然後呢 B C線段的長度 B C在這邊 所以線段的長度 這個長度是1 所以B C線段長度是3C打 然後呢 你觀察藍線跟白線 藍色 藍線比較短 然後 白線比較長 B C 喔不對 是觀察0一個 B C線段的長度會小於AB 線段的長度 OK B C在這邊 AB在這邊 OK AB是藍色線段 那 直線大概會小於弧線 OK 所以它會小於AB弧線的長度 所以那 這代表說 B C是3C打 那弧線的長度是C打 OK 這件事情我們其實已經證明了 那之前在第一章的時候 有要去證明 就是3C打 4C打 這一個 B 這一個值 很小 當C打借以0到2分之拍小於1 這樣子 好 下面敘述我剛剛畫紅色的線 的過程 OK OK 我們讓 A點跟B點的切線 就是紅色的線 交於1點 3C 3C 1 這呢 你知道 細檔我們剛剛算的 它可以 它是AB弧線的長度 OK 那這個弧線 白色這個弧線 它的長度 一定小於 AE 直線加 EB 直線的長度 OK 會小於AE 長度 加上EB 直線的長度 好 那因為呢 看上面這個紅色的三角形 B1是 它的斜邊是 D1 OK 所以B1的長度 會小於D1的長度 所以把 後面改成 D1 那你發現這一條線 其實就是 AD 的長度 這個長度 其實就是AD的長度 那AD的長度 你又可以把它 寫成 OK AD的長度 你看最大的一個三角形 OAD OAD這個三角形 OK 那你知道它是TG 它是OD OA的TG 因為TG 等於 OA分之 AD AD OK 那你現在的 OA長度是E 這個長度也是E 最高的 就是TG OK OK 所以你會發現 C 它也會小於TG TG TG 寫出來就是Sin C overcos OK 把cos C除過去 然後C除下來 TG 所以你發現 這個值 它永遠 借於E 和cos C中間 OK 根據假景心的定理 黃色這部分 它在0點的右極限 因為我們現在假設是C J0到2分之π都對 OK 它等於E OK 好 那你稍微看一下 3C到2C 這個函數呢 你把C 看成它的變數 它其實是一個O函數 OK 因為上面是G函數 下面是G函數 相處是O函數 所以你用 偶含數的特性 你會發現 它 會 對稱於 就是 你C的取正跟取負 的值 會是一樣的 因為 sin C over C is an even function 所以呢 你考慮 另一個方向 0點的左極限 也是1 所以這兩件事情會推得 sin C over C 在0點的極限 是1 所以我們就證完這件事情 我們看一下 這個東西 它的一個幾何意義 OK 我們看一下 這個式子的幾何意義 我們畫一 你考慮 細打角 然後 這也是一個單位遠的一部分 然後它的夾角是細打這樣子 那你畫一個扇形出來 那剛剛的做法很類似 那 這個長度是1 把這個扇形中間 剖一半 我要取的是 sorry 我要取的是2C打 所以 上下 這個角度是2C打 所以呢 這整個弧長是2C打 那 你如果取上面的話 這一塊就是3C打 OK 所以呢 整個黃色的 是3 2C打 要兩倍的3C打 那 外圍的它的 呃 這個扇形的 胡長 紅色這一塊呢 就是2C打 所以呢 其實你要求的是 黃色的 兩倍的3C打 over 紅色的 2C打 OK 好 所以這兩個只差一個倍數嘛 嗯 對 沒有 這兩個是一樣的東西 所以你根本可以把它看成 3C打 2C打 好 如果你看一下 當C打角非常靠近 非常靠近0的時候 代表說 這整個扇形會夾起來 夾起來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 黃色的線 跟紅色的線 會非常靠近 那你就畫一個很小 角度很小的扇形 這樣子 那 黃色變成這樣子 紅色變成這樣子 你發現 即使外面永遠都 呃 紅色的線段永遠比 黃色的線段長 但是呢 當你的角度越來越小 他們兩個的差 會非常靠近 也就是說他們兩個差不多 OK 所以這是 這個是 呃 這個式子的幾個解釋 好 這邊 用中文 講說 紅線 斷長 紅線斷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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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線 斷長 和 黃線 斷長 溝 gymnastics 像熱鬥長 隻 黃線 作為 可以 首先要討論的只是 你等一下在這三角函數 散與口散的微分的時候 會用到的極限而已 好我們再來說明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其實你從圖定上面看起來也簡單 這個極限如果是領的話 那當然 若且違若這件事情 你乘一個負號給他 他也要是0 因為極限存在的話 你拆個負號的話 極限也會拆個負號 因為是0 所以拆個負號等於沒差 那我們看一下這一個 在這邊直接跟他做一個集合解釋 所以你一樣看這個圖形 口散線還在哪邊 口散線還在這一段 這一段 沒有超過黃線的那個部分 是口散線 所以呢 那整個半徑師長是1 所以其實 藍色這一塊就是 1減掉口散線 好 那1減掉口散線 跟 線的比 大概就是 藍色這一段 比上紅色的上半段 OK 所以當你的角度非常靠近你的時候 呢 藍色的部分會非常小 但是 紅色的部分 紅色的部分會比他 來的 大很多 換句話說 這個非常靠近0的時候呢 紅色上半段 紅色的線段還沒有跑到0 這樣子 所以當分子 分子跑到0的速度會快很多 那 這就是這一個 式子的集合解釋 OK 好 這個呢 我們可以利用 剛剛得到的 極限來幫我們正 好 我們 你要正的是這件事情 我們來算一下這個極限是多少 好 你現在只會sin 細打 over 細打的情況 所以你必須要 想辦法從這個式子 生出sin 細打 那sin 跟cos 我也有關的就是 sin 平方加cos 平方等1 所以你必須要 湊出cos 平方出來 所以上面可以變成cos 平方-1 下面呢 這件事情其實是我上下同層的 1加cos 細打而得到的 所以上面就會變成負的 sin 細打平方 3比方細打 好 我們把上面的3細打分配給兩個 一個呢 給前面的細打 另一個呢 給後面的1加cos 細打 我們看一下這個極限 前面這個極限存在的是1 後面這個極限呢 當細打跑練 sin 是連續的 cos 連續的 相加連續相處也是連續的 我們只需要看一下分母會不會是0 如果不是0的話可以用除波法則 分母帶cos 0 是0 所以是 可待0是1 所以後面是2分之0 所以是0 所以這個極限是-1乘0 所以是0 所以就正文 OK 我們看一下簡單的例子 好 考慮sin 7x over 4x next 跑到0的極限 好 在這個時候因為 你用細打當角度 你可能比較熟悉 但是 人家在算的時候 或是給你題目的時候 那個 變數換什麼都沒關係 好 你現在知道sin的7x 那必須要跟7x配 OK 所以這邊給他一個7x 然後4x放在分母造超 OK 再說一下 你的這一件事情 其實就是 你把它看成 幼稚園的寫法就是 框框 趨近於0 sin 的框框 或者框框等於1 OK 這個框框要長得一模一樣 就這樣子 OK 所以你現在框框變7x 所以你必須要補 他一個7x 在分母 那補了就要再 乘回來 所以這個極限是 那這個可以約掉 所以是7分之4分之7 因為前面極限存在是0 後面的極限呢 這個東西 當x靠近點的時候 可以把x約掉 OK 我們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x cotangent x 在0點的極限 然後把它寫成sin跟cos 所以cotangent x 是sin x 分之cos x 把它分開寫 前面的極限是1 因為你知道sin x 你知道這個東西 導數的極限嗎 那極限值不是0 所以它的導數的極限就是1 的導數 那還是1 OK 那口算是連續的 在0點的極限也是1 所以是1 我們剛剛已經證了cos cos -1 over 極限是0 那如果它現在over的 是sin 是多少 OK 這個沒有很難 因為你現在知道的是 cos-1 over 極限 你也知道 sin over 極限 這兩個極限也都會算 前面極限是0 後面極限是1 所以是1 所以是0 是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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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一下這個極限 這個可以把sin 提出來 那後面就變成1-cosx 所以這也是分成兩個的部分 那前面極限是1 後面極限是0 所以這個極限是1乘0 所以是0 513 提 這個極限你知道 sin 他需要 他需要一個sin 陪他 那你後面就補一個sin 然後其他後面照常 前面極限是1 我們看一下後面這個極限存不存在 後面這個極限呢 可以寫 後面可以把x約掉 把x約掉之後就變成這個東西 然後當x約0的話 這個後面極限是-3 這變1乘上-3 那答案是-3 OK 這個sin跟cos這兩個公式呢 他都只有當極限 然後呢 在1這一點呢 分母不為0 所以你可以直接把極限帶進去 所以就sin1 OK 其他的除了0點之外呢 sin over theta的極限 你都會算 因為他就是連續函數的 所以你只要他的極限值就是 該點的函數值 其他就不用算了 因為分母只有這樣0的時候 分母只有在頂的時候會是0 然後我們現在可以證明 幾個重要三角函數 他的微分 或你說導函數是多少 好 首先我們證明side side的部分是 他的微分就是cos sine 我們令 我們現在考慮的是sin 那我們要算f的微分 這本課本他習慣在列式的時候 列Leibniz符號給你 然後算的時候用 那個牛頓的符號 我說的符號是關於 微分的符號的部分 OK 他這個極限是 h跑到0 fx加h h -fx overh OK 這次你在2.1、2.2 算很多遍了 算很多遍了 好 所以根據函數的定義 現在函數是sin 所以前面是sin f加h 減掉sin x overh 我sin有時候會很爛的點 上面那個點 好 前面那部分你只能用 合角公式把它展開 sin code 然後 加上cos sin h OK 關於合角公式的計法 我在appendex有說過了 好 後面有sin 前面的第一項有sin 把它們 combine在一起 所以呢 所以呢 前面是sin x 然後 h分之 cos h-e 那後面的部分只剩下 加上 cos x的 sin h overh 好 sin 變數是x的部分 對h而言是常數 所以可以把它提出去 可以提到極限外面去 後面是 加上cos x的 limit h跑到0 sin h overh 好 這兩個極限我們剛剛都算了 前面極限是0 這個極限是0 後面極限是1 所以答案就是cos x 好 上一陣碗我們正cos cos呢 他很麻煩 他微分是sin 但是卻插了一個負號 OK 好 這是他有趣的地方 我們來證明 我們現在考慮的函數是sin x cos 所以呢 你要算的是這個微分 其實做法跟剛剛一模一樣 好 就直接寫了 cos x 加 h 減掉cos x overh 好 cos 的合角公式是 cos cos 解掉sin sin sin 好 後面是cos x造超 你看一下後面是cos 所以你可以把cos x提出來 跟第一項合併 那第一項跟第三項剩下cos 減1 overh 那還有一個是減掉 中間這一項呢 sin x可以提出來 那裡面只剩下cos overh 前面極限是0 後面極限是1 所以就增出來是-sin x 好 再來是tangent的極限 tangent的微分 好 有了這兩個之後呢 其他四個三角函數的微分 由這兩個算 再加上乘法或出發法則 就可以算出來 tangent的微分是second平方 好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 tangent呢 那你就把它寫成sin除以cos 用偷懶的符號寫起來就是 上面一撇 OK 那 除發法則跟你說 是分母的平方 然後上面微分是cos 下面不變是cos 所以是平方 然後上面不變是sin 下面微分呢 也是sin 但是是-sin 所以你要變成加 OK 所以呢 就變成 cos 平方 x 分之1 那這個比較不好記 所以大家都記成second平方 好的 其他的 你有興趣可以自己算一下 那你不算 你至少要把它記起來 很多東西都是需要背的 課本 課本提供給你一個 三角環數的 表 呃 微分的表 好 好 sine我們剛剛算過了 你知道 sin 它的微分就是cos 好 那剛剛也證了cos sine x的微分是-sin x 好的 它的這個表的技法是把 正弦 正切 正割 函數的 結果都放左邊 余弦 余切 余割 的函數都放右邊 好 所以再來 OK 正切函數 tangent 它的微分是second平方 OK OK 那 它的好朋友是cotanx 那它的微分也是類似 但是不是second 如果這邊 正 這邊對應的是正格的話 那余切對應就是余割 OK 但是 所有余割函數的微分都會差 所有余 余弦余切余割 余的三角函數 它的微分都會差一個負 差一個負 好 那second的部分呢 它的微分是tangent x second x 為什麼會把它畫成這種形式 是因為 你知道在 在三角函數的橫等式裡面 sin 平方 跟cos平方的和是1 那tangent的部分是1 加tangent平方 那是second平方 那它會 這就是在你的潛意識告訴你說 second跟tangent是 觀點比較大的 所以這樣子放 這樣記比較好記 OK 那 與割函數 cos的微分呢 類似這個 但是是cotangent 跟cos相稱 別忘了插一個符號 應該說多一個符號 那我們看簡單的例子 考慮x平方sinx的微分 好 這是兩個函數相乘 所以是前面微分 後面造超 加上前面不變 後面做微分 第二個 如果你考慮secondx over1加tangentx 它的微分 好 這是兩個函數相處 所以就變成 分母的平方 over second微分是tangent 好 回完了 然後乘上下面造超 減掉 上面不變 上面是second 下面的微分是 tangent的微分是second平方 s second平方x second平方x 看你需要畫減 看你需要畫減 如果你需要畫減的話 就是 有一個second 你可以把它提出來 second提出來之後 前面是 tangent跟這個 所以是tangentx tangent平方x 加上tangent平方x 減掉second平方x 好 因為e加tangent平方 是second平方 ok 所以你把tangent丟過去 這個東西會是-1 ok 這兩個可以用 這兩個的關係是把它換掉 這是-1 所以你做的答案是 second x 然後tangent-1 分母造超 那有一個第四題 第四題是考慮 cos這個函數 好 那你 如果它一直圍下去是多少 cos為一次是-3 那 為兩次 就是-cosx 為三次 變成sinx 好 為四次之後 就回到這個式子了 好 所以當你 為第五次的時候 就跟為第一次一模一樣 就是為第六次 這個是為第七次 好 意思類推 所以呢 你可以把它的 為分 不管為幾次 你都知道是多少 那就有四種可能 cos 最一開始是cos 然後-sin 然後-cos 以及sin 好 分別在什麼時候呢 分別在 你為的次數是4的倍數的時候 就是原來的 那如果你為的次數是 4的倍數加一次 比如說第一次 第五次 第九次 那就是第二個 意思類推 好 當你把那個 在微積分裡面 你把這個 微分次數寫成括號在上面的話 那這個n 永遠是正整數 OK 所以我表成這樣的話 我的n就不需要再說 它是正整數 因為 微分只有為一次為兩次 沒有為0.5次那種東西 有些時候會有 那個應該是在物理課 比較常出現 好 這是4點 這是2.4 我們進入下一個主題 好 再來這個主題 它要問的是 合成函數的微分 是多少 其實應該再講嚴謹一點 兩個函數如果做合成的話 分別都可微的話 那合成之後可不可微 這是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 你真的在算的時候 你知道它可微的 那 如果一個函數是 合成函數的樣子 它的微分會是什麼 OK 當然要跟原來的函數有關 所以 你必須要兩個函數 才可以做合成 那 在通認裡面寫起來 就是 習慣要f跟g OK 那 因為你要做合成 所以呢 一個 先合成的那個函數呢 它的domain一定要 包住 另一個函數的range 或是image OK 如果呢 g 在 x 那一點可微 而且呢 f 在 g 也可微 則 它們的合成函數 請注意合成函數是講究順序的 OK 等於f合成g 那只是符號寫起來喜歡用f合成g 那其實先作用的是 先 透過g 把某一個數 印到g 之類的 那再透過f 把g 印到 最後那個數 OK 那當這個數在變的話 它就變成一個函數 那這個函數呢 這個合成函數呢 它定法就 有如我剛剛所講的 define by 先把x 透過g 送數g 之後再透過f 送 可以送到f的range 這個函數呢 在 x那一點是可微的 而且呢 f的微分 這個合成函數的微分 可以寫成n f在g 那一點的微分 乘上g 在x那一點的微分 OK 那 用這個表 用牛頓符號表 看得不好看 那如果你用 萊布尼茲符號表的話 萊布尼茲 notation 如果呢 我把f的 f的range 這個變數 命成y 然後f的 domain的變數 叫成u 所以呢 g的range 它的變數 應該就是u 因為這樣它這兩個 還可以做合成 OK 那g的domain的變數 我仍然保留叫x 在上面的設定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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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函數呢 如果這兩個函數都是可微的話 如果這兩個函數都是可微的話 我要考慮的是 y對x的微分 我要考慮的是 因為這個y它現在是f的range ok 那x現在是g的domain 那它可以寫成 dy du over du dx 萊布尼茲符號表 會看起來你會覺得很像 du 跟du 想消之後就變成左手邊的式子 這是記憶上可以這樣記 OK 那一般在算的時候 一開始在算 我會建議你用第二個式子 去把合成函數做拆解 拆解完之後 再考 再微 這樣比較不會拉動拉吸 好 課本提供了兩個證明這一件事情的方式 第一件事 第一個證明 比較不囉嗦 但是呢 它有小瑕疵小缺陷 那我們都把這兩個看一下 ok 第一個證明的方式叫 comment on the proof of the chain rule of the chain rule 然後它去證明了2這個式子 好 在 在哪邊 在談變化率的時候 我們有用那個 增量這件這個符號 ok 我們把 lin delta u 比的change 它是u對x的變量 ok delta x in x 所以當x增加了delta x的話 的時候呢 u 產生了變動 那個量我就叫delta u 那 說起來很 說起來很 農場 其實表起來就是 g的x加delta x的取值 扣掉原本g的x的取值 ok 這個就是增量的意思 因為g現在是 因為g現在的range 用u表 所以 g的抖面是用x表 那x的變動 引起g的變動 就是u的變動 那個量 我們就姑且用成delta u 那你會想說 為什麼不要直接叫delta g幹嘛 就好了 因為 等下做合成 所以習慣寫一個 寫 所以 u當成這兩個合成函數 橋接 區域的變縮 所以橋接就是因為 在這個case下 g的domain g的range 會是f的domain 所以用橋接這個詞可以嗎 好吧 姑且就叫做橋接吧 所以 橋接這個區域的 變數呢 我們就用u來表出來 因為到最後 你這個合成函數f 你是看不到u的 ok 因為這個合成函數的domain就是 x 用x當變數 那 這個合成函數f 它的range 就是用y當變數 ok 所以還會寫成 但是呢 你真的在算的時候 你必須要有一個橋接者 因為就是 g的image 跟f的domain 他們有一個 共同的區域 不然他怎麼做合成 好 那因為呢 小f 小f 小f它的domain呢 的變數是u 所以 當小f的domain u 增加或減少了 delta u 的話 那最後出來的值也會變化 所以把這件事也寫出來 相對應的 corresponding 就是 in y 就是 delta y 而且 它的定法就是 u加delta u 減掉fu ok 這呢 你知道 底Y 底X 你用增量的方式表 可以寫成 delta x 跑到0的 delta y over delta x 好 所以你可以把它寫成 delta y over delta x 然後delta x over delta u delta delta u 寫太快 可以把delta u 塞進去 同層屬於一個delta u 好 因為前面極限存在 後面極限存在 所以就變成 d y du 而且上du d x 好 這是非常 非常 好想像的一個說法 但是 它的問題出在於 缺陷 缺 缺 缺陷呢 出在於 delta u 可能是 可能是0 even delta x 不是0 還是有可能的情況下是 你delta x 有變動的時候 看這個式子 delta x 不微點的時候 沒有人跟你保證 這兩個曲子會完全不一樣 你會說 還是有可能 x變動一點點 曲子跟x沒變一樣 那這樣的話 delta u 就得沒變 那你就無法乘出 一個 0 所以問題出來這邊 但我覺得這樣的說明 也不失為一個 你在思考這個問題的一個過程 因為它確實用增量的方式 用增量的方式可以很好的描述 這個全入它的運算 因為它清楚的幫你描述了 個別的domain跟image 值怎麼互相變換 ok 所以再來我們要給 一個 比較完整的證明 所以你也知道 那問題就出在增量 delta u 的增量部分 有可能是0 ok 那你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那其實 再等一下的證明也看得到 所以我們現在給一個 全入我完整的證明 好 好 就剛剛的那個 定理敘述已經都敘述完了 所以就不再敘述 我們直接給這個 直接來證明 再說一次 微分是點的性質 所以你一定是一個點 一個點 但是在這樣的可以下 它只跟你說 反正 f 跟 g 都可微的 那 g 的 image 落在 f 的 domain 裡面 所以你可以在 g 的 domain 裡面 隨便挑一個點 然後去說明在那個點 這個而產能做可為 那就證完了 ok 所以呢 我們令 g 隨便取一個點 g 的 domain 隨便找一個點 叫 a 那 a 呢 會被 g 送到哪邊呢 這也是我們需要的 b 就是 g of a 但這個值呢 它當然就落在 f 的 domain 裡面 好 我們定義呢 跟剛剛的做法類似 在 a 點附近 g 的增量 叫做 delta u 那 則呢 你知道 g 在 a 點的微分 因為 g 已經可微的 所以它的微分 可以表成 增量的形式 是 ok 好的 所以 這是一個數 這個極限已經存在了 是一個數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數 搬到極限這一邊 那你就會得到 這個增量 減掉這個數 的極限 必須是 0 ok 你說要這個 這個對極限而言 已經完全沒有任何功用了 它對極限而言 就是一個常數 我說的是 g 方的部分 前面當然還是 delta x 的函數 好 為了解決 等於你那個困擾 它就定了一個 新的函數出來 好 這個函數怎麼定 就把這一坨極限裡面的東西 看成一個函數 delta u delta x 減到 g 方 a 好 那這個函數 當然目前定出來的話 它在 delta 把這個函數 當成是 delta x 的函數 那它在 delta x 是沒有取值的 因為 那函數無法定在 delta x 等於 0 的時候 但是其他點都可以定 OK 那你會發現呢 delta u 就可以寫成 做一下簡單的運算 好 當然你要 當然你要做到這一件事情 必須是 delta x 不為例 你才可以 把它們同成 delta x 然後再做一下以下 好 好 如果我們定 y這個函數 那你發現 y的函數 在 0 點的極限是 0 因為你把 delta x 當成 y這個函數的變數 你會發現 它在 delta x 是 0 以外 這個函數都有定義 那你又知道它的極限 在 0 點是 0 那你何不把這個函數 取值在 0 點的時候 也取成 0 這樣它就是一個連續函數 OK 所以我們定 ipson to be 0 因為這是這個證明的關鍵 OK 當它的變數 現在它的變數是 delta x 則呢 y就會成為一個連續函數 becomes a continual function of delta x 因此呢 好 好 剛剛我們怎麼做的 我們剛剛這一整套 做到這邊為止 我們做了什麼事情 有一個可微函數 它在 a 連可微 那我考慮它的增量 跟它的微分的差 這個東西定成一個函數 那你再多把這個函數呢 當成這個 delta x 增量的變數 把這個函數呢 定 0 點在 0 的話 那這樣定出來的函數 會是連續的 好 所以剛剛是給一個可微分函數 我都可以去定那麼一個新的函數出來 當然如果你這個可微分函數的函數本人變的話 那這個新的 epsilon 函數當然也會變 OK 當然第二個 你的取的那個點 a 壓 如果變的話 這個子當然會變 當然 因為它會受那個 這個函數在哪一點微分的取值影響而改變 OK 所以我們剛做的事情就是這樣子 隨便給一個函數 man for 可微函數 g 我們可以寫成 我們可以把這個可微函數 它的那個 range 的增量呢 寫成 它在該點的尾分 再加上 epsilon 的 delta x 其實這個就是線性 線性估計啦 OK 對 我們只把這件事情寫下來而已 此外呢 你知道 epsilon 它是一個 delta x 函數 而且 當它跑到0的 當 delta x 跑到0的話 這個 epsilon 也會趨近於0 OK where epsilon 跑到0 as delta x 跑到0 好 好這件事情呢不管 就算你函數改變怎樣 你最後 epsilon 函數的樣子會變 但是性質呢 這個重要性質不會變 OK 只要你的函數是可微的 在該點可微 你做這樣的操作 一定都可以得到一個 epsilon 函數 它的特性 就是這一句話 這是它的特性 你就算換別的函數 只要是可微的 同樣做 一樣有這一個特性 當然我說過 epsilon 的取法 會隨著你的函數長態改變的改變 OK OK 所以下面 就是再囉嗦的講了 我剛剛說的那一件事情 而且你注意到 這樣的 epsilon 呢 它取決於 你在討論的 g 所以我其實要的就是這個式子 再寫一次 抄在這邊 我們把 delta x 提出來 提到後面去 我這邊 因為等一下要對 f 也做一樣的事情 所以我就叫 y 1 好 OK 對應到是我對 g 做的一樣的操作出來 所以那邊你可以想像 就是說 是對任何可微函數做成一個通論這樣子 那 因為等一下會出現兩個 epsilon 為了不要混淆 這邊先令成 epsilon 1 好 這是課本的第六四 你們使用一樣的 那 論述呢 using the similar argument similar 沒有 y argument on y 等於 f q 那取的點也是需要的 在 b 點 我們剛剛也 我們剛剛是考慮 g 的函數在 a 點嘛 那現在我們考慮一樣的 做一樣的方式 然後考慮 f 的函數在 b 點 那我們就可以得到 下面這個式子 我們可以把 f 的增量寫成 f 在 b 點的尾分 再加上一個 epsilon 2 OK 然後它抖面的增量是 delta u 其中呢 重要性值是 因為 epsilon 2 這個函數會跑到 0 當 delta u 跑到 0 好 我們把 delta u 也寫進去 因為我們 我們再透過 6 這些事情 我們可以把 delta y 寫成 f b 加 epsilon 2 然後 g a 加 epsilon 1 最後乘上 delta x delta u 把換掉 好 當 delta x 跑到 0 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情 當 delta x 跑到 0 的時候 你知道是 epsilon 1 跑到 0 OK epsilon 1 跑到 0 而且呢 當 delta x 跑到 0 的時候 delta u 也會跑到 0 這個式子 delta x 跑到 0 的時候 其實這個式就好 delta x 跑到 0 的時候 根據 6 除了 epsilon 1 本身跑到 0 就是我們剛剛造出來的 epsilon 它所攜帶的性質 第二個事情是 你看這個式子 這個是 delta x 跑到 0 那 epsilon 1 也跑到 0 那 g 是這個常數 不管它 所以 外面跑到 0 裡面跑到 g 跑 a 舉極限 的結果相乘就是 0 所以 delta u 也跑到 0 那 delta u 跑到 0 的話 看這個式子 delta u 跑到 0 的話 epsilon 2 也跑到 0 所以又來一次 delta u 跑到 0 後面這個式子跑到 0 前面這個式子 跑到 f 跑 b 相乘跑到 0 所以 delta y 也跑到 0 好 所以我把我剛剛說的那一場 全部寫下來 嗯 當 delta x 為什麼選 delta x 呢 它是那個合成函數的 domain的增量 跑到 0 我們知道根據 g 的定法 你會知道 epsilon 1 跑到 0 and 再根據 6 就它 u 跑到 0 再 by 6 所以呢 那 delta u 跑到 0 的時候 epsilon 2 也會跑到 0 所以你現在有兩個 delta epsilon 1 跟 epsilon 2 跑到 0 所以你在取極限 把這個式子取極限 OK 所以呢 divide dx 呢 它可以是 delta x 跑到 0 這兩個增量的人 相除 OK 那你把這個式子啊 delta x 移過去 不就變成我要的這個式子了嗎 變成 f 跑 b 加 epsilon 1 再加 epsilon 2 然後 g 跑 a 加 epsilon 1 好 y 部分都跑到 0 所以只剩下 f 乘上 g 乘上 a 好 那 f 乘 b 是 f 乘 of g of a OK 這是我們一開始的 dimf 我剛才一開始 就說了 a 是 g 的斗面一個人 然後 b 就是 g 打到 g 在 a 的取值 好 這個就正完了 好 我們看例子 你真的在算的時候 一開始不熟 你就把它用成那個 那個叫什麼 萊布尼茲符號 OK 所以這看起來就是 根號裡面如果放 x 的話你會微 但是現在放了一個不是 x 的東西 那你不會微 那你就想辦法把裡面的整個東西 想成一個變數 OK 所以你的 chain rule 把它寫起來應該可以是這樣子 所以前面的微分就是 二分之根號 x 平方加 1 OK 那後面微分就是 2x OK 黃色的部分是前面的 因為你對根號微的話就是 二分之二的根號框框 在二分之一這樣子 那整理一下 好 第二個 我們考慮 sin 的 x 平方的微分 好 對 如果是 sin x 你知道怎麼微 但是對 sin 的 x 平方 你不會微 那你就先對 x 平方微分 那微完之後呢 你其實的目標是對 x 微 所以把 x 平方再對 x 微分 cos x 平方乘上 2x 好 第三個 我們考慮 x 三次方-1 的 100 次方 本來這個一開始你不會微的 你只會把它展開然後慢慢微 那樣太慢了 但是你知道任何東西的 100 次方 然後 這個括號裡面的人 你都會微 只是現在它長成這個樣子 好 微完之後你再對 x 三次方-1 對 x 微分 前面微分是 100 次數丟下來 框框裡面的人造超 次數-1 然後乘上後面的微分 再來考慮 x 平方加 x 加 1 開 3 次方 份量分母 這個函數的微分 好 這個對你來說太複雜 你可以先把它想成是 這一坨框框的-1 次方 這樣看起來比較好微 好 所以它的微分方式就是次數放下來 次數-1 所以是-3分之4 微完之後再對裡面這一個 多像是微 2x 加 1 好 第五個 t-2 over 2t 加 1 9次方的微分 好 我們先對這個括號裡面 整個微分 所以括號裡面的人就造超了 那後面是微裡面 微裡面的話就是 2t 加 1 的平方 分母平方分之 上面微分下面不微 減掉上面不微 下面就微分 好 就這樣子 你要畫減就畫減 不畫減到 就算到這邊 當然 考試我在出題目的時候會 希望你畫減 不然你會選不到選項 或是你會很難得到答案 好 第七個 如果你考慮是三個函數的合成 這個意思是 x 透過 tangent 送到 tangent x 然後再透過 cos 把 tangent x 送到 cos 的 tangent x 最後再透過 sin 把這個值 這個括號裡面的值 送到 sin 在該點的取值 OK 這是這個合成函數的意思 好 所以你就一個一個圍 首先呢 你先對 sin sin 你會圍 所以第一步 你應該把 sin 括號裡面 整個當一個變數 然後對它圍 第二個就是 再次對 cos 圍嘛 所以你就是把 cos 裡面的 當一個變數 然後整個對 cos 圍 最後呢 最後呢 就是 tangent 對 x 圍了 走到盡頭了 好 所以第一個就是 sin 的微分是 cos 所以括號裡面都造超 不管它 好 第一個為完乘上中間那個 中間是 cos 微分 這邊負 sin 那裡面的變數造超 然後 最後是 tangent 的微分是 second 平方 好 所以答案就這樣子 好 第八個 第八題 考慮 根號的 second x 三次方 這個呢 它是 首先先對根號為 根號為的話就是 二分之根號裡面的東西造超 好 再來是 second 的 x 三次方 你要先對 x 三次方為 所以變成 second 的微分是 tangent 乘上 second 但是現在的變數是 x 三次方 好 最後你要乘上 x 三次方 對 x 的微分 就是 3x 平方 好 第五章 那 劍入我就說到這邊 好 再來我們考慮隱含素的微分 我喝個水 好 這是一個小的 我喝個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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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小潔他想要問的問題是 你有一些在平面上的圖寫 你無法寫成函數的樣子 但是你也想知道他的切線寫定 應該怎麼辦 我們已經知道了 隨便給一個可維的函數 姑且叫f 在時數上 那我們知道呢 如何去找他的切線 至少我們知道如何去找他的微分 你會找微分你就會知道他的切線是多少 然而呢 有一些函數 進出 它是非常的 隱晦嗎 隱形的 dies 他第一方式是有一點 你無法完整的寫出fx 的長項 下面舉例子你就知道了 Between en x and y and y 例如 經典最簡單的例子就是 x 平方加 y 平方等於 25 那你要等於 1 也可以啊 這個就是一個圓嘛 那你會說圓的部分呢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 y 等於正負的根號 25-x 平方 ok 那你就會把它 描述成上半圓跟下半圓的樣子 好 那這個可能比較簡單 課本又給你一個很難算的例子 x 三方加 y 三方等於 6 的 xy 好 這是第二式 那這邊第二個例子 他確實有封閉劑 但是會非常難算 ok 那第一個 case 我們知道 y 等於正負的根號 25-x 平方 所以呢在這個式子裡面 有兩個函數被隱藏在裡面的 所以說 vx 平方 平方 有兩個式子 所決定 determine by e 那 公解叫做 f 就是取正的部分 那 g 就是取負的部分 所以 F 的圖形在 F 圖形就是上半圓 G 的圖形就是下半圓 好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 在上半圓的某個點的函數的切線的話 你只要對 F 作為分 然後帶那個點就好 就知道他的切線寫率 如果是下半圓就對 G 這樣子 但是呢 In case 2 你要怎麼找 他的圖形在 你要怎麼找出 他所隱藏的函數的樣子 是非常困難的 所以呢 那問題是 How could We 我們要如何找 切線寫率 這個圖形上的切線寫率 好 這是這個問題 那 解決方法就是 考慮 點為分 好 有 圓的那個例子 我們來微微看 在圓的這個例子呢 然後呢 x 平方 加 y 平方 等於 25 我們把左右兩邊呢 對 我們要想說 解決方法 解決方法 這是回分的動詞 這個等式 這個equation只有兩邊 然後把 y 看成是 x 的函數 那你就會得到呢 那你就會得到呢 2x 加上 2y 底 x 這邊用了圈入 第二個加號後面這個式子用了圈入 因為 y 是 x 函數 所以你一開始 y 平方要對 x 尾分的話 必須先把 y 平方對 y 尾分 所以會得到一個 2y 那再把 y 對 x 尾分 所以他這邊用到了圈入 你這樣解的話 你可以得到 dy 的 x 就等於負的 y 分之 x 所以如果你想要找 這是慣用的符號 dy dx 你可以把想像這是函數 那他的取值呢 或是取的點 他取在 3 4 這個符號意思是跟你說 這個圖形在 3 4 那點的切線寫率 你可以這樣想 會比較開心 那他就等於這樣 因為你由這個式子可以得到 這個式子是跟你說 如果 y 不等於 0 的話 那在任何一點 只要在這個圖形上面 他的切線寫率 或是 dy over dx 就是這個值 OK 好 那你把它代入去就是 負的 3 4 那你有切線斜率的話 你就知道 切線方程式是多少 y-4 等於斜率的 x 減掉 x 的坐標點 好 那我們看第二個例子 剛剛那個比較複雜一點的例子 是 x 3 次方 加上 y 3 次方 等於 6 x y 好 我們兩邊對 x 尾分 會得到 3 x 平方 加上 3 y 等於 y 的 plomb 等於 右手邊用那個 乘法法則 前面尾分後面部尾 加上前面部尾 尾後面做尾分 會得到這一個 好 把 y 的都整理在一邊 所以 y' 直接除了 所以變成 6 x 減 3 y 然後除過去是 6 x 減 3 y 所以呢 變成 3 x 平方 減 6 y 這樣子 對嘛 應該不會算太快吧 好 我們把 3 約一約 x 平方 減 2 y 然後 2 x 減 y 所以我們要的是 看你算 y prong 在 3 3 這一點 是多少 也就是說 在這個圖形 在 3 3 這一點的切線斜率是多少 你就把 3 3 帶到最後面 所以 9 減 6 6 2 6.3 欸 9 減 6 over 6 減 3 所以是 1 9 減 6 欸 下面是不是算錯 沒有算錯 x 平方 減 看一下喔 這邊移過去是 6 x 減 y 6 x 減 3 y 丟過去 然後這個又丟過去 3 x 平方 減 6 y 除上 3 對 好 如果我算錯 你再跟我說 所以這個最後是 1 所以你會得到 它的切線方程式 再改一點 就是 y 減 3 會等於 x 減 3 會等於 x 減 3 哦 你們少一個 y 的 平方 哪や 喔 這邊是 3 y 平方 所以少了一個 這邊有個平方 這邊有個平方 對 有個平方 就是 6-9 負1 好 找到錯誤了 錯位的點就在我這邊少了一個平方 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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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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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當然你有了這個式子 你有了 what 等於多少 你可以問一些其他問題 就在集合上的問題 這個問題是問你說 哪個點 第一項線是哪個點 這個圖形的切線是水平切線呢 水平切線就是它的切線斜率是0 所以就是 y'等於0 那y'等於0的話 就是x'等於2y 它的分子必須是0 那分母當然也不會是0 x'等於2y跟y'等於2x 那個點不會是一樣的 那你把這個東西呢 塞回到 原來的equation 那就代表說是 這個跑五線跟這個曲線它的焦點 OK 解的上面1的解釋是這樣子 好 你把它帶回 equation2裡面 看是多少 y嘛 y等於2分之x 所以變成x3次方 加上2分之x的平方的3次方 把y整個代掉 等於6x然後2分之x平方 所以這個算一下可以得到x3次方 加上8分之x6次方 會等於3的x3次方 好 所以x3次方 因為在第一項線 那x的曲子不會是0 OK 所以你把x3次方跟它合併 變成2倍的x3次方 然後呢 x3這碼可以消掉 所以最後剩下x3次方等於16 然後就可以得到相應的y坐標 x等於2的這個東西 and y 所以 後來可以一併算 你可以透過這個式子去算 所以它是 2分之x平方 它是2分之x平方 那它就是2的2的3 4的平方 好 所以上面變成2的3分之8次方 扣掉2的1次方 所以是2的3分之5次方 好 所以呢 就是在 哪一個點呢 2的3分之4 2的3分之5 這個座標點 它的水平2 它的圖形的切線是水平線 我們再做一些例子 我們考慮這個 equation 好 所以你左右對它為分 你就可以得到 我們的目標是要找yplum 所以 外面為完在 為裡面 stine 這是一個合成乃數 所以外面為分是cos 然後裡面為分就是1 加上y的為分 好 右手邊 前面為分 後面不變 少一個y-prunt 你比較擔心的是 你可能會少一個y-prunt 在這邊 再加上前面不變 後面做為分 所以變 delta -sin 把 y 跟 y-prong的整理成一起 所以 y' 會等於 把 y 的有一個 cos x 加 y 然後再移過來 所以是 cos x 加 y 先移過到左手邊 如果不會算就不會算 然後把剩下移到右手邊 右手邊就變成- cos x 加 y 這邊有一個跟 y' 無關的移到右手邊 再減掉 y 平方 sin x 好 如果你不要這麼多符號的話 就是上下同整符號 然後下面就變成 2y 的 這邊還有一個 cos x 2y 的 cos x 減掉 cos x 加 y 就這樣子 好 有 一個 equation 你要找 y prong 找得到 那當然你也可以找 y 的 double prong 下面這個例子是要找 y 的 double prong 所以你必須先找 y prong 所以你必須先找 y prong 就是 4 x 三次方 加上 4 y 三次方 y prong 會等於 0 ok 由這個式子你可以馬上得到 y prong 是 x 三次方 over y 三次方 再加一個符號 好你可以從這個式子直接為比較方便 所以這個式子再把它微分就變成 y 的 double prong 等於 負號都不管它 先擺前面 分 m 的平方 上面微分 下面不變 減掉上面不變 下面做微分 分成 3y 平方 然後 y prong 這樣子 好 那你知道 y prong 多少 可以把 y prong 帶到最後那邊 所以會等於 3 x 平方 y 平方 減掉 3 x 三次方 y 平方 好把 y prong 帶掉 其他倒鈔 好這邊可以稍微整理一下 嗯 其他倒鈔 好這邊可以稍微整理一下 嗯 嗯 我們 同上面下面同成一個 y 會變成-3 x 平方 y 三 加上 3 x 六次方 over y 七 你少一個 好這邊少一個三次方 所以這邊變成 四次方 好 所以這個式子可以把它 把 3 x 平方 再分子把它提出來 變 x 四次方 加上 y 四次方 分母造超 好 x 加 y 是 16 所以就變成-48 x 平方 y 的七次方 好 好 好 那麼C 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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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是 basal function of degree of order 0 basal function of holder 0 那這個 basal function 我們有習慣用 j 來表 那它是一個什麼方程呢 它不跟你說它之類的樣子 它滿足 你把這個函數為兩次 乘上 x 加上為一次 再加上 跟 x 相乘 它永遠是 0 這件事情是 在函數的抖面 這個抖面 這個函數的抖面是整個 r ok 那 滿足這件事情的話 還要再滿足一件事情 and 這個函數在 0 點的取值是 1 ok 這個函數叫 basal function of order 0 那 你不要問我 加 order 是什麼 你要去問 讀物理的 應該吧 這應該是物理出現的 這函數滿足這個式子 而且它的 0 點 它在 0 的取值是 1 那這樣的函數就叫 basal function of order 0 然後他問你說 那這個函數 j 呢 它在 0 點的尾分是多少 就算而已 好 所以我們把這個 直接把它帶進去就好了 因為 x j x 加上 j x x x 等於 0 所以呢 帶 0 點 0 的 j double 0 加上 j 0 會等於 0 所以馬上得到 j 0 ok 因為只剩這個 前後都有成0 所以就0掉了 好 那 B 小鐵問你說 那它在 0 點的二次尾分呢 那當然不是 0 ok 好 你要帶二次尾分的話 你就是 你二次尾分你發現 你直接帶這個式子 帶進去 你不知道是多少 因為前面是 0 後面不管是誰 都有可能 所以你只能再尾一次 再把那個視覺再尾一次就變成 y的 double crown 前尾後部尾 加上前部尾後尾 y尾三次 然後再加上中間的尾分 變兩次 然後最後是前尾後部尾 加上後部尾前尾 好 這時候就可以把 J 帶進去了 J double crown X 加上 X的 J Triple crown X 加上 J double crown X 加上 好 因為這個函數滿足 那個方程式 那方程式跟你說 它的 這樣的組合 會是 0 所以呢 你這個方程式在尾分 也會被 J 滿足 可以齁 對這個 J 的 X J prime X 等於 0 好 這時候帶0進去 J double crown 0 加上0 就0 加上 J double crown 我去掃一下 還有一個 J 領 還有一個 J 領 好 所以 這是 X 所以帶進去之後 第一項是 J double crown 帶0進去 然後第二項是沒了 第三項還有 J double crown 第四項還有一個 J 領 第五項沒了 所以呢 把 J 領移過去 你知道 J 領是 E 所以你會得到 J double crown 領是負二分之一 就這樣子 這是隱含數的微分的部分 好 我可以打算 很快 第二項 就要是 一天 非常非常非常奇 好 從前一開始